男人正好撞见秘书走光 急忙移开视线努力克制自己 扭头又看到秘书走光 男人目不转睛地盯了半天 脑子开始各种幻想 当男人讲到疤痕的句子时 秘书透露自己也有类似的情况 并立刻解开衣服 露出肩膀给男人看 男人情不自禁地触摸着 结果秘书没有任何抗拒 反而用灼热的目光凝视着他 男人再也克制不住 亲了上去 秘书突然挣脱 秘书感到不知所措 急忙逃离了现场 男人是一位知名作家 才华横溢 平时也举止得体 很有绅士风度 他聘请女孩作为秘书 协助他录写小说内容 女孩名叫露西 年轻美丽 天真无邪 对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充满敬佩 最初 他们合作默契 相得益彰 与他的家人也相处融洽 作家女儿和他还处成了好姐妹 但没想到 在这信任和谐的关系下 露西忽略了男女之间 需要保持谨慎的事实 她无意识地走光场面 让作家产生了错觉 误以为露西有意勾引她 在一系列的误会下 作家终于无法控制自己 做出了你请我不愿的事情 露西感到极度委屈 回到家后仍然心情低落 没有胃口和家人一起吃饭 母亲察觉到她的异常 紧忙追问 露西只好向她坦白发生的一切 因为这次不欢而散 她不愿再面对作家 于是在母亲的陪伴下 决定通过法律途径 追回自己的工资和解雇费 然而 母亲却建议她告诉律师 被作家骚扰的事情 露西本不想说出这个 但律师一听到职场骚扰 立即激动不已 开始奋力计算 推算出能拿到一笔巨额赔偿金额 够他们这辈子高枕无忧 母亲露出贪婪的目光 最终 在律师和母亲的怂恿下 露西在起诉书上签下了名字 然而她无法预料到 从那一刻起 她的生活将彻底坠入深渊 不久后 法官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调解 但作家却迟迟没有出现 当她终于出现时 脸色阴沉 默不作声 来到众人面前时 直接打开支票簿 作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支票 并没有接纳了法官提出 可以讨价还价的建议 整个过程中 她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她归还了露西的书籍 做出了最后的断绝 然后转身离开了现场 这是律师经历过的 最迅速的调解 露西也感到惊讶 原来起诉书在一个星期前 已经送到作家家中 只是那天她不在家 妻子戴签收了信件 看到丈夫因骚扰而被起诉 但令人不幸的是 妻子因工作原因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此时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 起诉书就像一根导火索 慢慢地引缘了她 在晚上给女儿洗澡时 女儿不停地闹着要找露西 这一切使妻子终于彻底失控 不小心溺死了女儿 醒悟过来后 妻子明白无法挽回这个天大的错误 她感到极度悲痛和后悔 却无法改变现实 只能选择吞下安眠药解脱自己 深夜回到家的作家 很快发现妻子失去了意识 刚想报警 却发现桌上的起诉书 一切顿时明了 紧接着 她又发现女儿躺在浴缸里 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作家陷入绝望和痛苦之中 痛不欲生 从那一刻起 她开始走向黑暗 一切都变得无法收拾 女秘书多次无意间走光 激起了作家内心的欲望 最终导致对女秘书进行了强吻 然而 女秘书和她的家人将此事告到了法庭 而起诉书却被作家的妻子收到 妻子因抑郁症失控 不慎淹死了女儿 然后因愧疚而自杀 作家痛不欲生 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深陷悲痛之中 而女秘书露西的厄运也从这一刻开始 当她得知这一恶号时 自责和沮丧笼罩着她 于是她的父母带她到海边度假以减轻压力 然而 在那里 露西意外地遇到了作家 忍不住怀疑作家是来报复她的 因为像她这样名气大的作家 通常只会去热门的地方度假 而不会来这种偏远的地方 然而 她的父亲认为这只是巧合 劝她不要多想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久之后 露西的救生员哥哥在救援过程中意外溺水身亡 露西似乎看到作家的身影 但其他人都认为这只是意外 然而 作家道歉希望她停止行动 但没有得到回复 一天晚上 露西突然接到二哥的电话 又一个噩耗传来 父母吃了自家做的蘑菇派居然食物中毒了 当她急忙赶到医院时 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也身体受损严重 无法自理 露西心灰意冷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作家所为 因为她曾告诉过作家 如何可以将有毒的蘑菇处理得像可食用的蘑菇 但她没有任何证据 她的二哥认为她过于偏激了 不相信她的推断 几年来 原本完整的家庭只剩下她和二哥还有妹妹 然而 悲剧并没有停止 这一天 身为医生的二哥 在停车场被一名暴徒殴打致死 警察很快赶到并抓住了凶手 但令人诡异的是 凶手竟然是一名逃犯 有人匿名给她写信 说是二哥勾引了她的妻子 所以她才下手杀人 露西第一时间想到了作家 她向警长讲述了一切 声称作家才是真正的凶手 尽管警长答应进行调查 但露西知道希望渺茫 一个曾经完整幸福的家庭只剩下了她和妹妹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全力保护着妹妹 无论是放学还是上学 总是亲自接送 从未透露家中发生过的一切 有一天 她带着妹妹去护理中心探望母亲 这是他们仅剩的家庭团聚机会 然而 在回家的路上 露西在附近的商店里竟然看到了作家 她极度紧张 认为她又盯上了自己的母亲 这一次 露西决心阻止对方伤害母亲 但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通过她的记者朋友揭露作家的复仇行动 希望在舆论压力下迫使她放弃 然而 事情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 一切仍然无法控制 你敢相信只凭一个你请我不愿的强吻 让两个完整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作家的妻子女儿一夜间撒手人寰 在此之后 露西的家人也接连发生意外 三死一伤 十年过去了 只剩下她和妹妹相依为命 还有在监护中心已经痴呆的母亲 露西预感到作家即将对母亲采取行动 急忙寻求曾经的记者朋友帮助 希望她曝光作家对她家人的复仇计划 朋友被露西的苦苦请求下被打动 决定尝试一下 因为真的可以成功揭露作家的话 她就能功成名就了 她找到主编 并成功说服对方 唯一的困难就是必须找到证据 记者前往档案室 找到了十年前露西的哥哥溺水身亡的报道 尽管作为救生员溺水死亡似乎不合常理 但没有找到其他线索 她还调查了露西父母使用毒蘑菇的事件 整个事件充满了诡异之处 因为连邻居都认为露西的母亲经常采摘蘑菇 不可能分辨不出毒蘑菇 记者还找到了当时处理露西的二哥命案的警长 试图了解当时的情况 但警长告诉她 这件事与作家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露西一直在骚扰她 甚至常常到警局要求逮捕作家 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调查无法继续下去 记者只能亲自找到作家进行采访 然而作家却反过来责怪露西 声称露西一直在勾引她 在她的无辜外表掩盖下 她疯狂而残忍地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并出示了露西曾写给她的道歉信 以此来证明露西一直在诽谤她 记者询问作家如何解释露西家人的命案 但作家认为这只是一连串的巧合 是命运的安排 并以记者过去的作品中的随机性作为佐证 以偶然中有因果来解释这些意外事件 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 露西失去了三个家人 巧合的可能性很大 但作家自己却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亲女 昙花到了这个地步 记者并不在理 无言以对 只能离开 然而就在她回家时 悲剧开始发生了 监护中心发生火灾 露西母亲在事故中被烧死 可嫌疑犯竟然是个神经病 露西悲愤交加 记者思绪开始混乱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才对 可对露西而言 噩梦还在继续 她无意中发现 唯一的妹妹竟然成为了作家的粉丝 还单独采访过对方 甚至作家还送她一本赞 为公开发售的书籍 露西顿时一阵天旋地转 看来妹妹就是作家的下一个目标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一次一定要阻止悲剧发生 露西赶紧找到记者朋友 让她立即带自己去找作家 此时作家正在开新书发布会 凭借记者证 他们成功混入现场 时隔十年 露西再次见到曾经的僱主 请进入了 我计算是 你已经有了 你已经成功了 我还没缓上穴 我只有我可以决定 那是 我能够好吗 你多么我会决定 我能够做 你怎样我会决定 你能够做 我能够做 这些人都在你的手 那是我的手 我能够做 你这些人 你Valentina 你怎么知道 你不能做 你不能做 我评计 你认识 我评计 我评计 在我的娅姨 露西万念俱灰 为了保护妹妹 毫不犹豫从三楼一跃而下 当场身亡 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来了断一切恩怨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露西的火葬现场 记者惊讶地发现 作家紧紧搂着露西的妹妹 亲吻她的额头 不知从何时起 妹妹已经成为了她的小女友 记者终于看清了作家的真面目 谴责她是一个杀人犯 是禽兽 因为妹妹还未成年 都可以当她女儿了 她怎么下得去手的 作家警告记者小心言辞 否则将遭遇与露西相同的命运 然后带着妹妹离开 电影已开放式结局结束 导演没有强调谁对谁错 只是揭示了一场 完全可控的误会 导致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实际上并没有正常的结局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